中国航天飞机在轨释放物体 是否在打造太空版的中程辽机 大家都知道 12月14号那天 中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2号F运载火箭 成功的发射了一个可重复使用的实验航天器 就是大家说的那个神龙 很多人说神龙是空天飞机 其实应该说还不算空天飞机 用运载火箭发射上去的 应该得算是航天飞机 根据中国政府发布的正式通告 这个神龙实验航天器 将在鬼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返回国内的预定着陆场 其间将按照计划 开展可重复使用技术验证 以及空间科学实验 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支持 这里说的可重复使用技术验证 当然就是说把神龙发射上去以后 还要神龙像飞机一样降落在地面机场 然后进行检修 准备再次发射 反反复复进行实验 等技术成熟之后 就应该制造更大的天地往返运输工具了 也许再进一步就可以逐渐的 向真正的空天飞机发展 至于说这次神龙的飞行任务中 空天科学实验包括什么 没有很明确的介绍 反正我们说了 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支撑 和中国的神龙非常相似的 就是美国太空军那个X37B 所以现在美国就很关注 中国这个神龙是不是跟美国的X37B 一样具有军事潜力 X37B上可以携带一个环形的载荷适配器 那个适配器上可以安装六个 用螺栓固定的任务模块 X37B返航回地球之前 就必须把这套载荷留在轨道上 让这些模块自己进行各种实验 否则降落的时候 航天飞机会超重 比如他们就试验过一个模块 是一个光伏射频天线模块 试验在地球的大气层外 收集太阳能 然后把太阳能呢 再以微波能量的形式 将电力传输到地面上 至于说另外还有过什么实验内容 那就高度保密了 毕竟那是美国太空军的航天器 没有军事相关的实验 那是不可能的 咱们的神龙呢 当然有同样的功能 也可以把携带的载荷送入轨道 不然要航天飞机干嘛呢 不过这次神龙发射后不久 美国就有业余的天文学家 观测到此次飞行实验中 神龙释放了六个物体 比以前飞行实验中释放的物体多 并且这六个物体之间 还保持着数据交换 能够减次到它的通讯频率 看上去呢 神龙跟这些物体之间 有可能存在某些通信联系 或者是控制作用 这就让美国人想到中国是不是 把美国那个中程辽机的概念 用到太空上去了 比如将来中国的航天飞机 空天飞机 能不能够携带一批小型载荷 然后在轨道上用这些小载荷 以多种手段开展情报收集 或者呢 让这些小载荷直接去干扰 攻击对方的卫星 比如说用高能微波 去破坏对方卫星的电路 用激光呢 制盲对方卫星的光学传感器 或者往对方卫星上喷化学药剂 要么就是干脆去抓捕 撞击对方卫星 这样中国的空天飞机呀 航天飞机呀 就真成了太空战斗机了 按照这个设想 我们还可以再推算一下 一架空天飞机 能够携带多少动能拦截器 如果每一个动能拦截器 还是可以对付多个目标的MKV 那么一架空天飞机 能够拦截多少弹道导弹或者卫星 跟过去用火箭发射动能拦截器相比 是不是轨道上巡逻之般的太空战斗机 响应更快 拦截范围更广 成本更低 当然了 这些都是美国人的猜测 他们是根据美国太空军 自己提出的轨道战战法 来分析中国能否用同样的方法 对付美国卫星 不过按照惯常的规律呢 美国拿出PPT之后 中国一般都是要经过分析 然后把这个PPT中的合理部分 变成实际产品的 而且呢 还经常要扩展一些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